接下来带您来了解高一的生殖医学如何助好孕 高一生殖医学科让无法排卵患者第一次排卵 并顺利产下婴儿 这个个案的话事实上是因为它一开始的话 月经大概都是年轻就没有来的嘛 所以如果年轻没有来月经就没有来 你没有做适当的治疗的话那子宫萎缩掉 那即使我们到这个年纪的话就会相当难以治疗 你可以让它排卵也不一定可以让它怀孕 这个案件因为很幸运的他年轻的时候 慢慢很关心他的身体 所以就有正常在服用一些荷尔蒙 让他子宫有达到正常的发育 而且我们在做排卵刺激之前 有引导过他子宫的月经 发现他子宫的功能不管是内蒙的厚度 子宫空间的大小都符合我们可以怀孕的状况 所以就解决第一个困难 所以第一个困难是说他卵巢功能 因为这个案件我们一般常估在评估他卵巢功能 都会用一个叫AMH 抗目热视管激素来检测 这抗目热视管激素是相当的低 检测几次都相当的低 会让人不免怀疑说他是不是卵巢衰竭了 当然有些文献都跟我们讲 抗目热视管激素在这种低处性腺激素 然后造成低性腺素的一个患者的话 事实上他参考价值并不是那么高 可是我们要打针我们就会怕说 会不会你真打下去了 像有人打了一百多天 结果卵都一颗都长不出来 所以我们在跟妈妈做这方面的一个治疗的建议的时候 这个双方一定要先沟通好 因为这实在是很困难的一个决定 因为真下去这钱一定会花 痛苦一定会承受 可是不一定可以打出卵子 而且也不确定多久可以打出卵子 通常这种有时候需要的时间 因为太长了 常常都还没有打看到卵子之前就被放弃掉 所以这个Case因为那个小姐她本身也很愿意跟我们临床备合 而且也了解她自己承担的一个失败的风险 所以她是相当好的一个患者 所以让我们在这方面有更大的勇气 更多的耐心来完成达到她这个心愿 先天脑下垂体功能低下的患者 常需要较长时间的排卵药刺激 才得以完成营卵及取卵的疗程 而周小姐婴和病软潮功能早衰 治疗过程中更是艰辛且充满不确定性 但周小姐靠着一股要生下自己亲生骨肉的坚定信念 与生殖团队一起持续疗程 顺利产下一名健康的婴儿 十方新闻 黄辉如简玉林 高雄采访报导